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齐了 我呀 不光上医院去照顾玲玲 我还得上他们家 给他们家做饭 洗衣服 擦玻璃 脱地板 外带给他们帮忙洗澡 我都快赶上旧肉位那长工了 我 他们说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呀 这可不太像你啊 是啊 把我给气的 可是咱不是理亏吗 哎 不光给他们家干活 关键是还得听那两口子唠叨 这男的唠叨一遍 这女的再唠叨一遍 唠叨完这男的再唠叨一遍 我真的唠叨了 哎呦 越想越窝火 凭什么呀 我凭什么受这个呀 都来你 谁让你给我惹得这麻烦呢 你给我过来 过来不过来 我不过来 我不过来 没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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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香是个好人 他惹这么大麻烦 他是好人 他就是个好人 不应该挨屁股板 你刚才说刘香是个大好人 不应该挨板子 是什么意思啊 他在这里 这里 很好使 能帮助别人 还有吗 能保守秘密 保守什么秘密 不告诉爸爸 不告诉 嗯 我猜一遍 嗯 让玲玲拉肚子的水是你给的 不是刘香 肯定是你 不是 不是 就不是 就是你给的 让玲玲拉肚子不是水 是泄药 泄药 我现在给说出来 泄药是什么回事啊 嗯 我知道了 刘香在给玲玲的水里放了泄药 对不对 不是 水是水 药是水 喝水是为了吃药 嗯 是吗 那咱有个条件 不许问西药是从哪来的 可以 还有一个条件 不许问是谁跑回家拿了妈妈抽点西药 可以 哎 不过我已经知道了 知道什么 别干 重大新闻 重大发现 什么样 什么样 清楚了 全部都搞清楚了 什么呀 这个灵灵 灵灵 灵灵拉肚子 跟流星的那半瓶水什么关系都没有 真的 妈可不 灵灵 是为了不想比赛 是压力太大 她为了逃避比赛自己吃的需要拉着肚子 是 我说呢嘛 咱流星的那半瓶水 凭什么自己喝了半瓶没事 她闺女一喝就拉肚子呀 没事 你干嘛去 我找她爸爸妈妈去呀 凭什么呀 冷静点 冷静点 你不着急干什么呀 嘿 我能不着急吗 凭什么咱们出这医药费呀 凭什么我给她当中典工啊 凭什么我们得背这黑锅呀 不行 我必须 你听我说 你去 倒是把事给说痛快了 可是灵灵怎么办 她爸她妈能饶得了她吗 那干嘛呀 那咱家就无缘无故的背这黑锅呀 我告诉你吧 可不是无缘无故背的黑锅 这黑锅咱还就得背 什么意思 你知道灵灵吃蟹药这主意是谁出的 谁出的 流星 你知道她蟹药是哪来的 哪来的 小雨给的 所以说 虽然大主意是灵灵自己拿的 可是真要叫起这来 咱那俩儿子可推不了责任 你又干嘛去了 哎呀 我去找把锁起来 我得把药都锁起来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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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咱呀 嗨 你好 你好 哎 你身体好了 真没事吧 太久不珍得得了成年 谢谢你们帮我 谢谢 我终于得个比赛了 我特别高兴 什么呀 这是我自己做的货卡 送给你们 这是你画的呀 太棒了 其实我的理想就是单一名画家 谢谢你们为我保守了秘密 没什么 下次请 如果我爸我妈把这事情 怪在你头上 我很抱歉 没事 反正你爸你妈也管不着我 这样子 愿意为你两边肚子插刀子 那意思就是说 两倍插刀子 你真是我的好哥们 你怎么还这么有心玩啊 走回家去 走 哎呀 叔叔 灵灵的身体已经好了 你怎么还生气呀 我告诉你啊 回去告诉你爸你妈 这事没完 夏东海 嗯 这事我想来想去啊 哼 我觉得最可怜的就是灵灵了 这孩子要不是压力太大 实在承受不了 绝对不会这样 可不是嘛 他爸他妈 只要稍微理解他一点 他也不至于这么干呀 得亏现在是都过去了 咱们呀 就保持沉默了 咱们呀 每次都要 咱们呀 咱们嘻碰 刘情捞的留情小语 是不是又闯祸了 不是 游戏 游戏 快点 快去 快来 快去 不是 你别再给他吃线药啊 那我好难啊 废宝把药都锁了 我连VC都锁了 这没什么锁 去吧去吧 这是你们啊 请进请进 有什么事啊 上回事还没完呢 咱们呢也别拐弯抹角了 说说 这几天你们是怎么想的 这事不都已经过去了吗 对呀 我这活也干了 他那钱也掏了 玲玲呢也健健康康 高高兴兴的就上学去了 我们还想什么呀 这事没那么简单 这医药费啊 只是九牛之一毛 精神损失费 你们也得赔 什么损失费 这事我怎么听不太明白啊 我也不明白 就因为你们不明白 我才跟你们说明白啊 你看你们家这仨孩子 有一个有特长的吗 可是我们家玲玲啊 好从三岁就开始逼着他学钢琴啊 多久啊 我们容易吗 你们知道我们有多辛苦吗 给孩子买钢琴 找老师 上课诵 下课机 我们春夏秋冬风雨无阻 风雪交加 我们前夫后继啊 回家以后呢 我们就督促他 弹钢琴 我们哄着他呀 逼着他呀 哎呀 劝着他呀 好家伙 我们带着他呢 去买唱片 陪着他呢 去听音乐会 你看 这么培养下来 我们就去购买一辆国产小轿车呢 这么多年 我们辛辛苦苦一步一步这么走过来 我们灵灵 终于进了市一级的决赛圈啊 我们灵灵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 离奖杯只有半步之遥 让你们家流星那半瓶子水 一下就给断送了 我们这么多年的辛苦 好家伙 就毁于一旦 两口 这 一下子老是十岁 那是失眠 忧郁 心灰意冷 这白头蹭蹭蹭蹭 就往出涨啊 你看看 你看看 你们好好算一算 我们的损失 以折合人币 好家伙得值多少钱吧 这家伙 那要这么算 那国产轿车都挡不住啊 这怎么也得是个奥迪A6啊 差不多吧 你们不会真想让我们赔一辆奥迪A6吧 我们俩上班可还骑自行车呢 哎呀 灵灵不得了了 你把你妈上我们家疼 我金出嘴是废去了 把我家房子弄了也不够 啊 这怎么可以这样去 哎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这么大压力 我爸我妈混费 跳楼 别害怕 跳楼是不可能的 可是到了这份上 他们能不能再把你的秘密保守下去 那就不一定了 就是说你爸妈知道这个秘密了 当然知道 哎 你可说 他们绝对不会把这个秘密告诉你爸妈的 你爸妈真好 啊 不过凭良心说啊 他们能把这个秘密保守到现在 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们都要往下扛着 那就很难说了 因为你爸妈就要逼着我们家 卖房卖地了 对 你到底能不能这么说你爸妈坏话 哦 怎么就这 哎 哎 你说我从来没见过这种父母 什么人呢 长白头发也翻牌 哎 就他这岁数 你就是精神没受损失 你也该长白头发了 什么人呢 爸 嗯 妈 你们会把灵灵的秘密说出去吗 对啊 哎 就行啊 小语啊 现在 不是我们要把灵灵的秘密说出去 还是不说出去的问题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很复杂了 必须综合治理 你爸说的对 这钢琴比赛 然后还多着呢 他不能每一次都为了躲避比赛 都吃些药吧 要不这样 你们俩去把灵灵叫到咱们家里来 咱们大伙一块上了一个比较圆满的解决办法 哎 对 快去 爸 我们把灵灵带回来了 灵灵带回来了 啊 呦 灵灵来了 呦 灵灵 你好 哎 你好 怎么样灵灵 身体好点了吗 全好了 全好了 来来来 阿姨看看 哎呦 这小脸还有点辣黄呢 嗯 灵灵 以后可不能随便吃泻药了 啊 那东西啊 对身体特别不好 啊 阿姨您不知道 嘿 阿姨还能连这都不知道 阿姨啊 就在医院工作 阿姨是搞护士的 就知道这泻药是怎么回事 吃泻药就挺难受的了吧 嗯 这弹钢琴呀 更难受 真的 哎 她喜欢画画 可是她把她妈呀 就不让她画画 哼 不喜欢弹钢琴 非让她弹 中小的时候就成为一个练琴机器 很少和小朋友玩 嗯 连动画片都不能看 啊 也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只能弹钢琴 嗯 跟她一笔 咱俩太行 太行 哎呀 行了 不像互联在一起 经常说 啊 经常说 如果你要是当不了钢琴家 你就辜负了他们半生的心血 一生的希望 是不是 还说 以后他们能住什么样的房子 开什么样的车 都全指望我了 失败 哎呀 不必不知道 一笔吓一跳 爸妈 你们俩简直是太突起那里了 兄哥姑娘 肯定是你爸你妈来了 嗯 没事 你怎么能逛我玩去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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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猜就是你们 接着上回的说啊 关于玲玲没能参加 世级钢琴比赛的赔偿问题 你们俩想的怎么样了 这个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赔偿问题 哎 你算说对了 好几年的心血培养到今天 临到鲤鱼跳龙门的接骨眼上 让你们家流星给毁了 你们赔得起吗 就 你家的房子卖的也赔不起啊 所以说呢 我们呀 本着宽宽大量的精神 嗯 把一部分赔偿金呢 改换成 劳务 嗯 你们还不知道吧 哎 这法律规定啊 欠债 没钱 可以拿劳务抵债啊 嗯 嗯 叫你这么说 你们想让我到你们家当保姆去 哎 哎 啊 我也得上你们家当保姆去啊 那是后话 现在你们要做的第一条是 嗯 给灵灵找一个著名的钢琴家当辅导老师 要义务教育不收费 哎 嗯 这我们可没地找去 对 哎 来你们医院看病子什么人没有啊 你想想办法啊 就是 挺好了 第二条 第二条啊 你不是儿童剧团的编导吗 嗯 你得给灵灵安排一个弹钢琴的角色 上台演出 不 必须是主角 这事可真不好办 我现在倒是在排一部戏 可主角是个兔子 这很萝卜 什么萝卜 你不会把剧本改掉 嗯 那要不你们就把灵灵送到国外去 参加国际比赛 这事可不太容易啊 嗯 那我还没出个博呢 那要不你们找找关系 拉拉赞助 在咱们市里边举办一个儿童国际钢琴比赛 嗯 嗯 我跟你们说 这个萝卜 必须是国际级的钢琴大师 嗯 包括莫扎特和贝德分的老师 嗯 那你们家灵灵更得闹肚子了 没错 嗯 你们什么意思啊 嗯 本来呀 我们都没太好意思跟你们说 对 既然这样 咱就实话都跟你们挑破了吧 这个灵灵闹肚子啊 并不是因为流星的那半瓶子水 对 关键是 你们在培养孩子的问题上 出现了偏差 人家孩子 喜欢画画 你们偏不让他画 不爱弹钢琴 你们非常的弹 你们非得把家长的意志强加在孩子身上 你们这可不对 你们想想那孩子多痛苦啊 而且吧 本身培养孩子 你们就不应该带有太强的功力色彩 嗯 这个孩子有特长是好事啊 可是不见得 非得就得成名成家啊 还有这个孩子的素质的高低 也不体现在比赛的名次上 我看啊 你们完全陷入一个误区了 就是 还把自己的什么房子呀 轿车呀 把这些东西都压在孩子身上 哦 对 非得生一孩子 必须得变成金娃了 他指 就是 我说这么喜欢孩子 还要负担你们全家的幸福未来 这精神压力是不是也有点太大了 你们说的什么话 啊 是不是想推卸责任 就是 我们家玲玲闹肚子 就是你们家流星那半瓶水给闹的 好好好 既然你们是这种态度 那我就不客气了 必须赔偿 各项经济精神损失 加一块折合人民币是 林亮 林亮 你怎么在这啊 你怎么在这啊 你怎么说我阿姨家没关系 哎呀 你说喜欢的怎么没关系 我在个高低比赛吃了解药 解药 我受够了 我再也不想参加钢筋比赛了 你这么气死我一年 我再也不想当钢筋家了 这孩怎么这 行行行 我明白了 是他们俩挑户的 不是 就是你们俩 你瞧把我闺女给挑户是什么样的 不是 你这孩不是 快回去 走走走 我不回去 我走 我不回去 我跟你说啊 咱们这事没完 绝对没完 妈 他们回去会和林亮没完吗 我想应该不会吧 不会和林亮没完 会跟我们俩没完 是不是有人叫门啊 谁啊 这么晚了 来了 肯定是胖子 是胖子吧 你们怎么没救我来了 拿着拿着 干嘛 我们老郎给鸡败拿 你们有什么事啊 我们儿子最近可什么事都没干 不是 没说你们家孩子干什么 这回林亮是真的病了 比上次闹肚子更厉害 我们可把药都锁起来了 就跟我们家孩子一点关系没有 跟你们家孩子我们一说有关系 是这么很灵灵 是真的病了 他半路上是又哭又闹 你看 就是他一生气 咚咚一下 就垂着孩子后背上了 这 这能验我吗 我不是着急吗 你说我从来也没打过他 这孩子你说不吃不喝的 我这一着急 你说他一个就是哆嗦 你说 我们俩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你说 大哥 还是你们说的对 是我们做的不好 做的太过分了 你说让孩子受了这么大的痛苦 你说这孩子 现在也不理我们了 我不说话了 不说话了 你们去帮我们劝劝他 我去 我去 小雨 小雨 我去我也去了 他什么 小雨 我去那天 我去带我